大家好,欢迎收看夜红的妆造教程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如意转垫子的佩戴 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化妆吧 首先我们将小姐姐多余的眉毛修剪掉 其实这个也是我纠结了好久的一个问题 做完基础的护肤后,用遮瑕膏进行遮瑕 今天我们小姐姐的皮肤有一点点微微的泛红 所以这里我们用到了绿色的遮瑕膏来进行调试 再用与皮肤相近的颜色遮盖皮肤不均匀的地方 用粉底刷进行打底 最后我们来进行进一步的遮瑕 这里则是遮一些斑点的地方 遮瑕膏后我们来进行一个定妆 底层的颜色用的是一个贴近肤色的小珠光进行打底 用一个较深的大地色眼影进行第二层的晕染 下眼影也要做相应的衔接 将睫毛夹翘后进行定心液定心 将多余的定心液用小杠猪输掉 将睫毛分数剪开 一束一束地粘贴在睫毛的根部 粘贴好后再用睫毛膏进行真假结合 这样子的目的可以让眼睛做到一个裸妆的效果 再用棕色的眼线笔填补睫毛的空隙 用眉笔进行画眉 修容后打上腮红 这里橙色我选择的是一个复古红 将口红的颜色涂饱满 我们整个妆容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做头发吧 听到很多小伙伴一直很羡慕小姐姐的发量 其实小姐姐这个发量对于我和小姐姐来说 都是非常苦劳的 因为头发真的太多了 在我们模仿的很多造型中 其实很多的头发都是用假发包做的 我们只能全部用蒸发来做 如果是蒸发做出这种效果的话 其实是比较难的 这里呢我们也必须给小姐姐头发做到一个减法 如果头发比较少的小伙伴可以做一个加法 但是我们好像一直在做减法 首先呢我们也将小姐姐头发分为前后 两个区分出我们的顶区 将这里的头发和左右两边的头发 扎成马尾分别编上小便 其实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已经编了很多很实在的小粗便 但是小姐的头发仍然有这么多 后面的话做的是一个 三加二的一个编法 将我们编好的小便往上梳 在后面固定 将顶区的头发盘成一个圆形 这里我们可以先固定我们的垫子 将右边的这束头发从垫子的底部绕到右边来 并用钢甲固定 左边的辫子绕在我们后面做的基础上 将左右两边的头发往后竖 用钢甲和发胶进行固定 如果发量没有这么多的小伙伴 中间的这个辫子可以用一个假辫子来代替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成品吧 前面团里有很多小伙伴在跟我说 有人在用我们的展示图来写一些文章什么的 然后也引起了一些不小的一些误会 我这里想说的是 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 并不是说每一个人画了一个妆并且戴上了一样的头饰 然后他就可以完全和另一个人一模一样 就会去像另一个人 这个是不可能的 除非是整容对吧 所以呢我们这里只是做一个妆容和一个 饰品的佩戴的一个方法而已 并且每一个人的头发不一样的话 他做出来的发型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这里的话每期做的一些造型和妆容的话 并不是说是百分之百 按照我们妆的这个造型来做的 而是根据小姐姐的一些特点 它是有所调整的 就是符合小姐姐的一些特点的 所以后面呢我们也将做到一些仿妆 希望能做出一些不一样的效果吧 这期的视频呢可以做到我们三期的一个视频展示 这里呢我们展示的是一个耳环 护甲还有我们的垫子 非常感谢我们的秋妈妈给我们做了一件这么漂亮的衣服 来搭配这些头饰和妆容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